我们通过肠镜可以减除哪些疾病呢 当然正常人什么也没有 但是很多病人会拿着单子来说 你看我又结肠炎 那是因为医生可能取了活检 即使一个我们正常人 你要再取一块活检 他在病理下也会报告有炎症 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就叫有劲结炎 只要你给任何一个病人 只要做胃劲或者肠镜 多多少少都会有炎症 但是如果没有症状的话 我们不用去理会他 也不用去治疗 更不用去吃药 那么肠镜下我们会发现什么病灶呢 最常见的比如说吸肉啊 或者是吸食啊 那么当然呢 还有一些现在肠癌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肠镜 把这个癌前病变 比如说腺流氧吸肉把它切掉 就是为了预防肿瘤 再一个还有一些炎症性肠病 像溃阳性结肠炎 克隆恩斯病 那么还有一些患者 因为毛血管扩张症 血管瘤 它可以引起那个消道出血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经常能在场景下看到的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